好爛 昨天沒行程在家的話 有看造勢還是整件八百塊嗎? 沒有啦,打坐花呆 那你窩在家裡面有看 韓國瑜或是英代對決嗎? 沒有啦,我只有晚上 那個電視台上 選擇去按按按按 其實我不會太關心這個 國民黨好像還是要求說 你要恢復禁老金,你是不是還蠻生氣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這樣啦,我發現 國民黨把這個當做 總統大選的 打擊的主力 但是我非常清楚,他們要騙 我就跟他們要騙 同樣的錢,你是要一次性這樣發放 還是做其他比較有益的事 我來講啦,真的有錢 老人的健保補助應該優先 國民黨如果拿這個 當選舉的主力題目 我不認為他們會賺到便宜 那你怎麼看昨天整個韓國瑜的造市場 來到花蓮還是這麼多人 那不錯啊 就表示還是蠻有 但是這樣啦 如果你問我個人的話 如果我個人選舉 我不會採用這種模式 不過是這樣啦,每個人選他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去做 那你會用什麼模式 沒有啦 我覺得還是朝向一個無名國家 其實西方 那種西方無名國家 選舉就不會那種大造勢 我記得我還在當兵的時候 看過那個韓國那個什麼 什麼三金一鱸 那個韓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哇那個 那個漢城那個 五十萬到一百萬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這樣啦 那是比較 在民主的初級階段 比較成熟的民主國家 你不會看到那種選舉場合要幾十萬人來 那個 那個還是太 不是比較成熟的民主國家 該有的現象 那有人說這樣可能 其實反而會流失中間選民 韓國這個造勢 啊 每個人 沒有啊 這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是這樣 時代慢慢在變 但是有時候 也許在這個時代 我們就進步到這個階段 還是要這樣造勢活動 但是我還是相信 隨著國家的進步 總有一天我們會比較像歐美國家 就是選舉都冷冷淡淡的這樣 反正時間到了老百姓就去投票 黃國昌如果離開時代力量 你會跟他合作嗎 黃國昌如果他一度有說他要離開時代力量 他不是時代力量的黨主席嗎 黨主席自己要叛倒 他現在不是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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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黨不是他領導的嗎 他 沒有啦 我不曉得 隨便 看合作什麼 我態度是這樣 沒有啦 我跟你講人活在世界上 有各種合作 聊天也是合作 什麼 我老實講 我還發現我們都不要把每個人當敵人 合作也不是說百分之百合作 其實是夫妻 也不會一百個一百件事情 一百件事情 大家想我都一樣 所以我常常講說 哪有什麼合作不合作 就是說 他贏的嘴 意見的部分 那就閃開 這樣就好了啊 徐永明說你的 在對中國的態度是無比窩囊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勇往之前 怎麼會是無比窩囊 我們都深入腐穴 我們還是要像1492年的哥倫布 勇敢的航向不可知的世界 有困難的事情要去做 沒有困難 所以遇到困難 我們才想辦法去解決 你不是遇到困難 就全部就掉頭就跑 這也不是好的戰略